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站在这里 代替了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你知道或许 每当太阳升起 我的影子就能够覆盖一片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这支影片的两位主角 左边这位是姐姐道黑 右边这位是弟弟玉格 这支影片是为了一个学校的项目而做的 我们想借此讨论一下这个世界的人权问题 极有很多技术上的原因 很多地方观众们可能会看不懂 我会借时出来同大家解释 我站在这里 还不定会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神让你一向道路 翻过程床 黑暗在公开的掠读 沉默了一段庄谈的意思 不是说你还能够加热 我会从他说年有上一开始 没有不会弄去 不喜欢 顺目的 不论 不能够下 不论 想要出生 这是一首北岛的书 先吃饭吧 待会再读吧 我先吃饭 玉哥 吃饭 给 做个桃菜 你能吗 好吃吗 哦 我不饿 刚做好的 早上都没吃 让你吃 吃饭 为什么 是不是会有这种事 你整天想那么多 真的是 赶紧吃吧 再不吃凉了 不行了 这人我得出去 去哪儿 先把饭吃了吧 刚做好的 好 玉哥 你真能开车吗 说你呢 先吃饭吧 不是你真能开车 爸说你吗 不是能别提这场吗 先吃饭吧 你去哪儿啊 不是你真能开吗 撞了怎么办 你真能开车 玉哥 我倒回你来吧 你叫我姐姐行 你什么闻事啊 你说你也不听 你真能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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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呢 哎哎哎 我们跟他做错了 什么 哪里哪 不是好像不是那个地方 那就是这一块 明天走没有 没有妈的那块 问题不大 咱们这去哪啊 去河边 我们要去调研一下预落客 谁啊预落客谁 简单来说 预落客是一名人权斗士 他遭到中国政府 就害怕 这里要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预落客是中国文革时的人权斗士 预格是在读北岛的诗的时候 了解到的预落客 简单来说 因为他发表了呼吁人权的公众言论 就被当时中国政府 处死 不过 这里可能要回避一下 因为在大陆讨论人权问题 还是太过敏感 所以我们把背景转移到 富裕而英识的沙特阿拉伯 然后再让预格和盗黑 继续讲下去 简单来说 卡淑吉是一名人权斗士 他遭到沙特政府的迫害 有一次他去领事馆领结婚证明 然后就再也没出来 那为啥沙特政府要迫害这些人啊 政府基本上就没干什么好事 他们根本不在乎社会是不是民主 也不关心自由和平等 他们也不关心本生活这些啊 他们只要确保他们别暴动就行了 他们只关注GDP好吗 你知道什么是GDP吗 你说 GDP就是全民生产总值 我觉得这人是不是都太激进了 要所有人都跟你这样 那还过不过 不是 要所有人都跟你这样 社会还干脆就别进步了 你不觉得现在挺好的吗 现在好吗 一点都不好好吗 你只是太麻木了 倒黑 你可能都没意识到 在两年之前 你都不能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开车呢 都说了 叫我解决 叫我倒黑 反正我也不喜欢开车 也不会 根本就不是你喜不喜欢 会不会开的问题 你就是没有这个权利 你没有资格开车 我说你就是又开始了是吧 豪车超跑就是男人权利的象征 女人就只能坐在副驾 比如说你要出门 你就只能让你爸或者我 来给你开车 其实在沙特 你的地位 你的地位 我也找不到什么好的例子 银河花瓶 什么什么 一个对一个花瓶 太贴气了 就像一个花瓶 诶 你看天外的点青大窗子 看着点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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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点 不是 你能消停点吗 右边右边 打轮子再往右下一点 对别别别说话 别懂干嘛 哎 搞黑 在沙特阿拉伯 你是没有资格评价我们的 如果我是政府 我就命令你复赢他 封连你 你是否因为你复赢 叙里 这是你复赢的 sud 你干什么 你复赢 你复赢 你得多 winds 你复赢 我不不舒服 我得封连你复赢 我买到 dun 如果你 maximal 如果你 Laban 短短的这样对我一次我跟你说 你下来 我开车去 我这倒可以 我好一样 好二اغ 好二اغ 不是你真能开吗 我说能就能 请容许我不合时宜的差异句嘴 道黑和玉格正在翻越一道 他们本不应该翻越的墙 但是我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是 社会要经过一段歇斯底里的变革 才能让统治者真正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 现在道黑和玉格已经开始了一次水费潜水 第一次从社会的表面向暗流涌动的深处下潜 我想道黑和玉格现在已经在讨论一些超越国籍的问题 他们越来越靠近危险的中心 道黑 我们就在这里调研娱乐客了 这难道不是在偷偷的调研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娱乐客要死 为什么人要互相伤害 除了因为思想 甚至人的出身 因为性别肤色 就会被伤害 道黑 你说这世界是不是烂透了 我许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想不想 可就算做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只有一个玉格 只有一个玉格 只有一个马丁多德金 根本他妈的就没用了 玉格你自己说的 你不能不作为啊 但我都还没有成年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那些事你还记得吗 什么 就你平常读的那些 哦 我都能倒着背下来 那你还叫我读那些事吧 好啊 我读一句你读一句 嗯 好 宁静了地平线 宁静了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绝不跪在地上 已显示出 快速手门的高大 已显示出 快速手门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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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里面啊 出乎 我已经进了地平线 紫角 拣完吗 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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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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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角 没有拣完 紫角 啊 紫角 好 拿着你的相机 小马 好吧 走吧 这么美的太阳 说到里面啊 出去 我这又出去了 这道路完呢 拣出来几回了啊 拣出来 再拣出来外路去 回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了 走走走 小马 你沿着点啊 咱们全都不想和你们家 我朝 documentation过来的 人家 人家 小马 你沿着点啊 樊子 这个手帘你们不对吧 身边干嘛 那里面的 那里面的 一个人有一点 有点 我们要不明天日出再去 反正那个爷爷应该不会起那么早 你是你爷爷吗 嗯 大爷 可以啊 那日出几家 不知道 五点左右 我们的项目怎么办 回家吃饭吧 我们走吧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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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姐 要不找爸来帮咱看人 不想爸骂你 那咋办了呀 可以回家 走 这一路的你推着多累啊 那你说我不吃法 走啊 可以啊 最初的剧本设定 最初的剧本设定 就会在这里结束整个影片 最初的剧本设定 最初的剧本设定 就会在这里结束整个影片 哎呀 哎呦 推不动 红色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 他们就一直这么理想主义的推着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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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